六岁称相的曹冲 曹冲是曹操的儿子 从小就善于动脑筋 非常聪明机智 曹操特别疼爱他 曹冲六岁那年 东吴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 曹操很高兴 大象运到那天 曹操带领儿子及文武百官前去观看 众人对大象是赞不绝口 好大的一头大象呢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头象 真是世上稀有之物 真品真品啊 曹操看到这个庞然大物 很想知道它究竟有多重 就问身边的文武官员 你们说用什么办法可以撑出大象的重量呢 刚才还阵阵有词的官员们 一下子变得哑口无言 谁能想出办法撑出这头大象的重量 这时一位文官说 做一杆大秤 用防梁那么粗的大树当秤杆 或许能撑出大象的重量来 于是人们纷纷议论 这个方法不行 有了大秤也不行 谁有那么大的力气 把秤杆和大象一起抬起来呢 这时曹操帐下的猛将徐楚走上前来 大吼道 有办法了 我有办法了 我把大象用刀砍了 一块一块地撑 不就知道象的重量了吗 许楚的话刚一说完 大家轰地大笑起来 又人挖苦说 你这个办法很高明 但是这头珍贵的大象却没有了 曹冲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 紧锁双眉 认真地思索着称象的办法 突然 他走到曹操面前 胸有成竹地说道 父亲 孩儿想出办法来了 能撑出大象的重量 曹操见识自己的儿子曹冲 笑着说 冲儿 大人都没有想出办法 你有什么好办法 快说说看 请把大象牵到河边 曹冲叫人把大象牵到河边 对着一条大船说 我们可以把大象牵到这条大船上 船一定会下沉 等船稳定了 让人在船弦边上用刀子在起水面的地方刻下记号 然后把大象从船上牵下来 再往船里装上石头 等装石头的重量达到刻的记号时 再撑出船里的石头的重量 不就是大象的重量了吗 这个办法好 大家照曹冲的方法 很快撑出了大象的重量 曹操非常高兴 称赞曹冲说 冲儿的办法好极了 在场的官员们 无不投来敬佩的目光 夸奖他有超人的智慧 小小年纪却有这般智慧 长大了一定了不起 曹冲不仅聪明 而且心地善良 一天他跑到马厩来看马 看见平时常把他放在马背上玩的马关 正低着头伤心地哭 曹冲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忙上前问道 你怎么了 马关抹了抹眼泪说 可恶的老鼠 把丞相的马鞍养坏了 曹冲一听 大吃一惊 真的吗 这可如何是好 他知道父亲制定的制度非常严厉 对损坏武器装备和马匹的人都要处以严厉的惩罚 甚至被复权 今天损坏的不是别的 而是曹冲那幅华丽无比的锦绣马鞍 看来 看来马关有危险了 别急 我替您想想办法 曹冲很可怜这个马关 知道他尽到了责任 他为了保管好这副马鞍 把他高高挂在军器库的柱子上 可还是被老鼠咬了 这怎么能怨他呢 别怕 我去见父亲 听到我的咳嗽声 你再进去禀报马鞍被咬的事 说完 曹冲回到自己的房间 用剪刀在自己的衣服上剪了几个小洞 然后走到曹冲跟前 哭丧着脸说 父亲 孩儿向您谢罪来了 冲儿 你一个小孩子家 何罪之有 您给我的好衣服 被老鼠咬了好多洞 您就惩罚孩儿吧 哈哈 是老鼠咬的 怎么能怨人呢 曹冲咳嗽了两声 跪下说 谢谢父亲 正在这时 马关抱着马鞍走进来 跪在曹冲面前 丞相 小人向你请罪了 何罪之有 请快如实说来 于是 马关一五一十 把马鞍被老鼠咬破的事 说了一遍 机灵的曹冲 事实重复着刚才 父亲的那句话 是老鼠咬的 怎么能怨人呢 曹操听说 自己心爱的马鞍 被老鼠咬了 心疼极了 但又一想 这不跟冲儿的衣服一样吗 是老鼠咬的 怨人 有什么用呢 于是笑道 快起来 治什么罪啊 回去吧 于是 曹操立即派人去灭鼠 来人哪 赶快去把那些可恶的老鼠消灭掉 马关得救了 他从心里感激曹冲 更佩服他的机智 小朋友们 曹冲不仅聪明 而且善良 你们应该像曹冲一样 不仅做一个聪明好学的好孩子 而且还要做一个善良的人